当你旅游回来发现房子 被恶霸霸占了 你会怎么办 麦克黑三兄弟 趁房主不在的时候 成功地入住了进来 此时霸占着房屋不肯走了 房主没办法 只能花三万美刀 请猎人老六前来抓捕 此时麦克黑三兄弟 已经被老六包围了 但他们并不听老六的劝 还是要继续霸占房屋 面对这样的恶霸 老六直接叫同事 拿来了烟雾弹 准备将他们熏出来 但谁也想不到 麦克黑三兄弟 天然不怕烟熏 依然躲在房内部出来 愤怒的老六 差一点就想将房子拆掉 直接将他们抓住 但是 为了减少房主的损失 老六还是决定拆能进 没想到 麦克黑提前安装的防爆门 这么的结实 就连老六的浩天锤 和马特的风神腿 都无法撼动他分毫 此时老六突然就有了 想找一位在110被过案的 开锁匠 来加入赏金猎人团队 但原水解不了进口 经过短暂的商议 老六决定 先看看 四周有没有更好的地方 可以进入 对了 最近大家都在 用咸鱼卖闲置 很多是九成星 甚至全星会拆封的 价格特别划算 我也经常在咸鱼卖闲置 点链接搜G6影视 就可以找到我 经过老六仔细观察 窗户是可以进入 但是里面 已经是烟雾弥漫 根本看不清 无力于自身的安全 老六决定 还是拆掉门 再进入抓捕 会更安全一点 经过长达半个小时的踹门 同时马特的腿都快断了 房门依然被麦克菲三兄弟 在后面紧紧地抵住了 老六命令他们出来 却遭到了来自麦克菲的 国际问候语的问候 老六虽然十分的生气 但目前确实 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也只能继续踹门 再慢慢寻找机会 所以说 这三万美刀 并不合着了 屏幕前的朋友 如果你们是猎人老六 你会怎么做 老六目前是 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只能是看看 谁的体力更好了 要不是房主交代了 不想让房子里面 多出三个黑色魂环 恐怕老六早就发射花生鸣 不过看现在的情况 估计里面的 麦克菲三兄弟 也快累死了 也许再坚持几分钟 就可以把门砸开了 又连续踹了半个多小时 马特实在是累得不行了 他向老六申请 现在必须使用 最新的魔鬼一号辣椒烟雾蛋 这可是一颗价值一千美刀的烟雾蛋 没办法 现在也只能这样 这个人可以做出一颗的衣食 一颗一颗一颗的衣食 以后再建议 我们做出一颗的衣食 旁定勇 这个人可以做出一颗的衣食 这颗的衣食 他也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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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下面 Fuck up Fuck out 经过了半个多小时之后 马特总算找准机会 一发电机打在迈克黑兄弟的身上 但那家伙只是啊啊的叫了几声 之后竟然免疫电机逃到了屋内 屋内漆黑一片 啥也看不见 为了安全 老六他们还是不敢贸然闯入 这时我们可以看到 迈克黑兄弟竟然手持木棍守在门上 还好刚刚老六他们没有进去 不然很有可能会吃上一记黑棍 但时间不等人 现在已经天黑了 如果迈克黑兄弟坚守到今晚12点之后 根据该州的霸主拳法 他们就合法地拥有了这个房子 老六就也无权抓捕他们 那么老六能否敢在12点之前 将他们成功抓出来呢 我们回来 我们回来 等一等一等